好,我們再來實際操作 所以把S-Cores把它打開 調色盤這個地方移到適當位置 那這個畫布就看你自己要多大 那再來就是把所需要的區塊把它拉進來 好,我們先做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 所以把需要的拉進來 那你也可以開啟之前的 之前的範例 那用這個範例去改 這樣也比較快 你就不用一次,每次都要拉很多次 所以我就把之前的拿來改 然後系統這邊是,上面是1 下面是S乘上0.5乘上S加1 然後乘上0.2乘上S加1 然後這個地方是 回來的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調整得漂亮一點 大概就這樣完成 大概就快完成了 那我們這邊是0到10秒 所以這邊看一下 0到10 顯示0到10就好了 然後模擬這個地方也改一下 到10就好了 所以大概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就可以來模擬了 那這個顯示範圍到1 那這個顯示範圍到1 所以你這個地方改一下 直到1 那我們希望到1.2 這樣才可以看到 峰值的效果 所以再調整一下 好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結果 那因為線比較細 我們就把它調整一下 它的線的粗細 或者是顏色 這樣就比較容易 容易去觀看 比較 那這個地方 剛剛有提到說 這邊從1開始吧 那我們也可以這個改一下 從0 然後 就是輸入這個地方 去改一下 那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出來 因為它每次都會把圖形的特性都清除掉 這邊都需要去改一下 好 所以大概這樣就完成了這個範例的 一個分析 所以 就是說這個範例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去點 這些點 然後去把數值把它抓出來 好 所以就是到我DataTip的這邊 去點0.5 大概在0.5 大概0.9 然後再來頂點的地方 還有它比較穩態的地方 好 把這些的X值 抓出來 那你要看一下Y是不是適當的位置點 好 要確定一下 這樣這個時間就可以抓到了 好 那就是可以進行系統的評價 好 那你也可以把這截圖 好 上傳作業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兩個都在一起 對不對 那怎麼來操作 好 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怎樣 複製 然後 貼上 是不是就有兩個啦 好 那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希望看到什麼 好 希望有三個進去吧 好 是要改成三 好 這個在講義都有提到 所以調整一下 好 然後再來 好 我們這邊系統這個地方 是依照它的需求 齁 就是S的三次方 加7乘上 請參考講義齁 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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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方加上 7乘上S的 2次方 加上10乘上S 加10 然後第二個這個地方 近視的對不對 1.83 S的 S的 2次方 加上 1.48 乘上S 加上 1.83 1.5 3 1.4 1.4 1.4 2.4 1.4 2.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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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所以把這些連接線把它連起來齁 然後我們這邊 跟輸入的 也希望一起顯示出來 所以這樣就達到我們的一個目標了 那你這個地方都可以去調整一下 讓這個圖看起來比較美觀 這不會影響分析 但是整體會看起來比較美觀 定存新檔一下 好 所以這樣就基本上是完成了 那我們剛才這個的分析到時沒有錯 那我們就分析一下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它的 這個三個圖就出來了 再重新一次 因為剛才標點的會把它蓋在一起 所以可以看到 三個圖跟剛才的 投影片那個部份 你就可以比對一下 練習一下 齁 是 差不多了齁 那你要比對一下你練習的成果 有沒有輸入錯誤 所以上面都有步驟 你也可以再看一下 那我們這裡就不用 我們的程式 我們都用方框圖的方式來展現 然後最後再看一個 範例是 是 就是這個 這應該是下禮拜二會介紹 但是這邊先把它錄起來齁 所以今天介紹了PID的一些概念 那剛才做的是 先給各位做一個概念 就是說 整體系統 有可能是PID之後拼出來的一個系統 的一個模擬 那我們再來等一下看一下這個範例是一個 回饋的一個系統 所以這邊就是 各位可以看講義齁 像一個簡單的系統 但是 反向傳遞元素是2 1 0.8的時候 去做比較 所以就是各位把依照這個的 模型把它建立出來 然後之後再來修改 好 所以我們 維護到剛才最早的 我們另存檔案 各位還是要 看一下 另存檔案齁 好來 那我們可以 你叫出之前的案例 然後把它輸入 這樣做改變 這樣比較 做起來比較快一點點齁 0點 所以按照模型 這個把它建立出來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需要有一個 回去的齁 所以我們是數學這邊 一個block 在這裡 然後這邊按右鍵 它這邊有格式這個地方 鏡像 然後就把這個 剪掉之後 做一個鏡像的連接 做一個鏡像的連接 好 這樣就完成了齁 好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裡 它希望模擬的範圍到哪裡 你可以看一下結果 大概20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就顯示到20 然後它的範圍有可能跳到 1.5 所以我們這邊就寫 至少顯示到2好了 Y的範圍 2 那模擬我們就是模擬到20 記得先存檔 免得等下忘記了 好 存檔 那模擬看看 現在這樣的結果就出來了齁 你可以看得到 它跑上來了 所以你可以對照 這個1的時候會有這個狀態 那我們剛才講到 也希望它有2 2的狀態是什麼 我們再做 做一個模擬 好 那我這邊再先改成1齁 那基本上它會畫在一起 因為它不會把它 全部洗掉 然後再2 那這個版本會把它洗掉 然後再來改成0.8 那你就依次把這個圖結出來 是不是 結果就 差的蠻多的齁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一個變化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圖結出來 去做 做這個比較 做這個比較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想 把全部 集合在一起 的話 你可以 一次把它 連結在一起 就可以完成了 好 那做的方式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先把這個調整到一個地方好了 好 所以就是 你可以看到幾個元件要存在這三個 所以就把它怎樣 複製 然後貼上 複製貼上 然後因為我們要做三個 所以在 貼上 拉到適當位置 然後再把線拉一拉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是像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我們可以把這個拉過來一點點 然後就把這個線拉起來 那這個地方就是輸出的地方我們要變成多兩個 所以加四個 好 這樣的方式就 差不多啦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輸出了 好 那這個輸出的 先把它拉好 好 然後再來這邊 回收的 好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有回收的 好 好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也是 你要拉一個輸入的過來 輸入的過來 好 那這樣大致就快完成了 把它調整到比較 看起來比較好看的一個畫面 所以這個 存起來 然後你把它 做一個模擬 好 所以這個地方還沒改 好 所以這邊要改成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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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0.8 0.8 0.8 好 所以在做模擬 我們就可以看到曲線出來了 它就有三個曲線出來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你 因為顏色是黃色比較不好辨別 你就可以把它的什麼 把這個圖形的特性做一個修改 好 把這個線 改成 其他顏色 然後加粗 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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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這個輸入的也可以加粗 那你就可以進行這樣的一個比較啦 你就可以看到 喔 時間 回收這個 這個參數呢 從 2 1 到 0.8 它會 隨著這樣的一個變化 好 的情況 所以改變了系統的參數的時候 其實影響 這個 控制系統的一個響應 大概會有這樣的呈現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一個練習 各位練習一下